你好,欢迎收看10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新政府在12号举行了花莲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接牌仪式 社会处争取到前专计划补助修缮花莲社福馆一楼为服务的据点 经党徐正卫、先元张美惠、吴东升、吴建志都共同来接牌启用 社福中心将提供近便利完整合的服务 提供给市民在家庭及社区生活的安全与保障 花莲市社福中心在108年底设置 在临时办公室提供服务 幸福在中央前占计划补助之下 以及议会支持整修社福馆一楼 作为提供民众多元友善服务的空间 透过街牌典礼一同庆祝花莲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现在旋律表示三年之后就相当重视富有福利以及家庭教育 期盼社会家跟家庭及社区服务 让社会福利下乡就近提供服务 对于社会整个社区安全网的部分 我们要整个把这张网来连接起来 让这张网不要遗漏了任何一个需要协助 而且需要陪它共同一起成长 或者是共同安全地 让它这张网在这张网里可以保护到 所以无论是社区安全网或是社区福利中心 或者是家庭服务中心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妇理姐妹的服务中心 我们都希望把它成为一张领域的网 把它支撑起来 那当然还有身体障碍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早聊也有来 当然还有身体障碍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各个人领域在发挥我们最重要的角色 然而这个角色每一个人做好了 但是怎么样让这个角色 另外一个角色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就希望透过福利中心 或者社区安全网的这个网 把它做起来 现在许中卫长期推动社会福利 以及弱势儿少关怀 以确保儿少征华安全为所谓目标 当家庭遇到困难以及紧急的时候 可借由社福中心服务 协助家庭连接资源 强化家庭的功能 增进社会适应力找到新的力量 以应社会的生命难题以及挑战 期盼透过延续性的服务 营造出友善的社区 记得就关于华小岛